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自從4月23日對馬里科帕縣 去年總統選舉開始審計以來 我們極少看到有關亞利桑那州 參議院主席范恩談及審計的報導 直到今天看到了當地公共廣播電台 Arizona PBS 5月5日的一個專訪 范恩回答了好幾個問題 並說這次審計會發現一些違規行為 我們先說范恩的這個採訪 5月5日那天 拜登的司法部民權司 給范恩寫了一封信 試圖介入對馬里科帕縣的選舉審計 在這之前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主席凱利沃德 就一直譴責州務卿霍布斯 去要求司法部干預 范恩這個專訪似乎在為應對司法部 先做一些鋪墊 糾正左媒的一些歪曲誤報 主持人問了好幾個問題 我們和大家分享幾個比較重要的 主持人問 當州長、州總檢察長和州務卿 都說總統選舉沒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參議院還要進行審計? 范恩說了兩點 他收到了大量的民眾反饋 民調也顯示 49%的亞利桑那選民 對去年的結果提出懷疑 然後 他請總檢察長展開犯罪調查 但是總檢察長以你沒有證據而拒絕 州參議院有責任幫助選民建立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主持人又問 馬里科帕縣已經進行過兩次審計 都沒有問題 范恩一聽到這個問題就有些憤怒 不過 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 他說出了公眾不知道的情況 參議院一直提出來和馬里科帕縣聯合 對大選進行審計 共同監督 並且就在馬里科帕縣存放選票和投票機的場地 進行審計 但是對方完全拒絕 范恩說 而馬里科帕縣自己進行的審計 只選擇了兩家認證機器的公司 其中一家名為ProVNV的公司 對機器進行了初始認證 但那不是法醫式審計 確實是 這兩天還爆出馬里科帕縣說 不知道多貓膩投票機的第二個用戶名和密碼 以此為由 拒絕提供給參議院審計方 但是 如果馬里科帕縣裡沒有人知道 投票機的用戶名和密碼的話 他們當時又是如何檢查審計機器的呢? 是誰擁有管理員賬戶和密碼? 馬里科帕縣使用的是多貓膩機器 5月7日協調審計的前州務卿肯·貝內特說 多貓膩公司拒絕執行參議院的傳票 不給他們馬里科帕縣投票機的密碼 當晚 我們就收到消息 州參議院已經給馬里科帕縣發出最後通牒 並警告說 如果再抵賴 參議院將在下週一發出傳票、法庭件 消息說 馬里科帕縣選舉官員發信給參議院 拒絕交出多貓膩的密碼和路由器 理由是 沒有收到過密碼 以及擔心安保人員的保密信息被洩露 亞利桑那參議院律師7日回了信 聲稱拒絕遞交密碼和路由器的理由 不充分和潛在不正確 代表參議院的律師在信中警告 除非當天收到所要的材料 否則 參議院會在下週一發出傳票 傳訊傑瑞特先生和監事會每一位成員 以便每個人可以在宣誓的情況下 更好地解釋他們的觀點和緣由 信中還說 日期、時間、地點 都會在傳票中提供 不過 到我們錄製節目的時候 還沒看到馬里科帕縣是否提交了路由器的信息 我們再回到范安的訪談 范安明確地說 這次審計會發現一些違規行為 比如 有這麼多死人投票 或 有這麼多可能投票的人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我們會找到這些的 我們知道他們的存在 但每個人都在說 你沒有證據 好吧 也許我們能從中得到證據 這樣就能修補那些漏洞了 這麼說 范安他們已經知道有違規投票 如果審計方做的敲門取證是同步進行的話 那就可能已經收集到了證據 不過 這在范安看來是屬於選舉規則不完善造成的 所以 他也多次說 參議院會盡力去堵住這些漏洞 他應該是指就要去修改選舉法 他說 如果發現什麼嚴重的問題 儘管他希望不會發生 那麼就會把這一類的大問題 移交給州總檢察長和聯邦司法部 去由他們去處理 在審計開始之前 范安也說過類似的話 現在在媒體上更加公開地說 就是在提醒拜登的司法部 不要來干涉亞利桑那州的選舉審計 不要阻擋州參議院敲門取證 不要試圖通過法律訴訟 在聯邦法院終止這個審計 因為這是亞利桑那州參議院的立法監督權 如果真的發現大問題 屬於司法部管轄的就轉交給你們 其實 范安和其他參與審計的人都很不容易 一直都受到了包括州務卿霍布斯 在內的民主黨人和左媒的攻擊 對此 范安一笑了之 他說 他也收到了幾千個郵件向他表示感謝 5月6日晚上 霍布斯又在左媒的MSNBC上面 詆毀審計 聲稱這是一個虛假的審計 是戲團表演 但是 霍布斯現在這樣做就違反了和解協議 所以 在第二天5月7日 審計方發出了推文對霍布斯說 你違反了和解協議 這個和解協議 我們在前一期的節目中說了 Cyber Ninjas對左媒亂報導的回應 有的觀眾可能不理解 對審計做法沒有影響 為什麼要簽署和解協議呢? 今天我們就來簡單的再說一下 在和解協議中 Cyber Ninjas週四晚上回應的那四點 當中提到的審計安全問題 民主黨在之前的官司中已經輸掉了 公開審計政策 審計公司已經做了 至於簽名核對 如果審計方有人去敲門 面對面和當事人核實 那確實就沒有必要再核對簽名 所以這一點並不影響審計 協議中還有其他條款 涉及原告和被告雙方 比如各自承擔律師費、審計方 不能擅自公開掃描的選票等等 和審計程序本身沒有關係 這份協議對參議院和審計公司來說 最大的好處就是民主黨不會再搞什麼法律訴訟 審計可以一直進行下去了 這點也寫在了協議裡 這是最重要的 對於民主黨來說 就是死要面子 他們可以以此宣稱 是民主黨要求參議院審計方 遵守這樣那樣的規則的 這份協議應該是由民主黨起草 幾個民主黨人的簽署日期是5月4日 參議院和Cyber Ninjas是5月5日簽署的 民主黨應該是無法在當地 通過訴訟終止審計才這樣做的 畢竟法官還是民主黨人 他們也無話可說 他們指望拜登政治化的司法部來干預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在他們簽署協議的第二天 5月5日 范恩就收到了司法部民權司的信 5月7日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主席凱里沃德 也談到了司法部民權司的這封信 說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 而且是被亞利桑那州的法院否決的 沃德指出 司法部這樣做完全違反了憲法規定 侵犯了亞利桑那州參議院的憲法權利 你可以想像 這封信在參議院多麼不受歡迎 參議院應當反駁回去 總體來說 民主黨在州這個層面已經淡盡糧絕 沒招可使了 讓司法部出面 其實也阻擋不了審計的進行 但可能試圖不許去敲門拿到證據和證人 包括不提供路由器和密碼 這些都是在企圖干擾審計方獲得物證和人證 在正義的審計路上 障礙還很多 藍路虎也很多 但是這些最終都沒用 邪不押正 這是永恆的真理 看看現在川普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 連不喜歡川普的左媒都不得不承認 共和黨正在演變成川普主義黨 左媒Axios報導說 共和黨官員們現在做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他們希望把川普的政治和政策 用來作為未來共和黨發展的基礎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共和黨對大選後 川普影響力的爭辯已經結束了 事實上 從1月6日國會山風暴以來 川普的影響力更強大了 文章沒有解釋為什麼 但是列出了幾個例子 並說證據是壓倒性的 第一個例子就是 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小切尼 因為批評川普 預計他將在下週就被踢下台 他公開說 川普有關拜登非法獲勝的說法 是謊言 具有破壞性 切尼這個說法得到了佩洛西的誇獎 前兩天 切尼又夥同多位前國防部長 刊文反川普 這更加促成了共和黨人對他的憤怒 之前說 他會在月底被趕下台 現在共和黨人可能一天都難以容忍了 下週三 5月12日國會議復會 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就將進行投票表決 罷免利茲切尼 同時推舉 埃利斯·斯特法尼克為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 川普總統已經為斯特法尼克背書 左媒的這篇文章也說 整個眾議院共和黨領導層 將很快成為川普的支持者 在1月6日國會山風暴之後 眾議院投票彈劾川普的10名共和黨人 除了切尼 現在都已經敲聲無錫 保持沉默 但即便如此 在明年中期選舉中 他們仍然難以在黨內初選獲勝 川普說過 會挑戰彈劾他的國會議員 得到川普背書的候選人 一定會在初選中擊敗這些要彈劾他的人 其實 不止在眾議院 在參議院也同樣如此 川普的高級顧問傑森米勒說 川普已經開始審查和支持 2022年參選的候選人 他不僅著眼於選舉共和黨候選人 還著眼於美國優先的共和黨候選人 他還說 川普的支持讓候選人脫穎而出 並且經常在初選中掃清障礙 通過這次選舉的支持 可以讓共和黨人接觸到川普選民 而這通常是共和黨人無法接觸到的 這跟我們過去分析的一樣 川普立足於共和黨 會把共和黨打造成川普MAGA運動黨 徹底清除建制派犀牛 Axio的報導還說 川普在貿易和移民問題上的主張 都打破了布什時代共和黨的做法 成為了現在共和黨的立場 在布什時代 各行業的大企業、大山頭 都受惠於布什政策 但川普在任時 還權於民 不只是大科技公司反川普 其他行業的大公司一樣反對 受益的是小企業主 是工薪階層 他們是川普的選民 遍及美國各行各業 川普只需要正臂一揮 就會一呼百應 文章還說 州級共和黨領導人 通常比國家領導人更像川普 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會控制選區重劃 這意思是說 這將更利於選舉出 支持川普的候選人 支持美國優先的候選人 所以說 未來的共和黨 將是美國優先的共和黨 這個共和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和 所有美國人的共和 這應該是美國國父們的初衷 美國只有一個黨 那就是共和黨 川普將帶領美國回歸陣痛 正走在王者歸來的旅途上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